盘点亚洲田径十大黄种人记录 一定会有你所热爱的画面 他是站在十秒关口向力瞭望的亚洲第一人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是亚洲第一个打破十秒大关的黄种人 因为那场比赛的成绩 如果惊喜到千分威的话 那他就是亚洲历史第一人 如果要说谁是黄种人里的初代举星 那一定是朱简华 在他的跳高生涯中 三次打破世界纪录 并且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跳高比赛中 成功收获了一枚铜牌 他是所有黄种人中 第一个获得世锦赛奖牌的运动员 不过关于这一点也有着不少争议 有的人说是他运气好 碰上了200米项目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 但不管怎么说 他获得了黄种人第一块世锦赛奖牌 是无法改变的 他是人类历史上 第十二位将800克标枪 投掷到90名以上的选手 也是至今为止 全亚洲唯一一位进入90米俱乐部的黄种人选手 不过可惜的是 郑兆村仅获得过一次亚锦赛冠军后 就再也没能在大赛上出过好撑击了 他是后打破时代日本马拉松第一人 也是守卫且目前为止 唯一一位全马跑进205的黄种人 将大破解锁创下的二小时五分二十九秒成绩 足足提升了半分钟之多 谢震燕这个名字 可能没有苏炳天的知名度那么高 但是他为亚洲田径做出的贡献 却丝毫不比苏炳天小 他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位200米跑进20秒大关的选手 前些年因为伤病原因淡出视野 不过前些日子在逆风0.5米的情况下 跑出了20秒13的成绩 好的比赛开始 起动反应呢 西成叶有点慢 他的弯道加速呢 因为第九道 他的切线角度比较大 这时候有一定的难度 看看弯道进直道 西成叶跟住节奏 保持住 后撑能力还是不错的 跟住 在内道的全手 最后冲刺 全力加速 非常好的冲刺 压线 19秒88 近几年 日本接力队的水平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的交接棒技术一直稳定 在国际大赛上 也都获得了许多名词 其中2019年多哈世锦赛最为著名 依据获得了银牌的成绩 还将亚洲接力记录提高了一个档次 苏炳天就不用小爬我多做介绍了 目前亚洲的百米第一人 也是历史上 第一个站上百米决赛舞台的黄种人 虽然今年迟迟没能完成首秀 但是其历史成就 目前是无人能敌的 近几年了解田径的朋友 可能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上个世界亚洲女子短跑的领军人 在25年前就能在百米项目中 跑出十秒七九的成绩 时至今日仍然无人能接近 江玉民退役后沉寂了三十多年的中国女子短跑 在1997年石破天津 在第八届全运会上 她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集奥运会 室内室外市锦赛 国际田连大奖赛总决赛 以及世界记录于一身的运动员 也是亚洲短跑项目 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选手 于2015年4月7日正式退